屬於的朋友 來到新一年 和太歲無衝無合 整體運勢相對比較平穩 不過今年是逆馬聲動 逆馬聲也是動中身材的意思 新一年多點走動 對於你的財運 工作運和你的感情 也是百利而沒一害 空聲方面有吊客和天狗聲 天狗聲也代表著 要小心被小動物咬傷的聲 容易有破財危機 所以在投資方面記得要三思 而吊客聲也代表著 容易生病的聲 也要注意家中的長輩健康 今年不宜探病問索 たとんど 甚至開車 之後來忘了一陣子 空聲